近视眼长期戴眼镜 觉得眼睛越来越无神 戴美瞳还总是眼色不舒服 看一会儿手机电脑一抬眼 我看不清那还有救吗 像我身边的朋友总说 我眼睛看起来是亮亮的 一点都不像一个近视了十六七年的人 而且这么多年 我的度数是基本没怎么长 就是因为我在护眼和亮眼上 是真的有点小心得的 今天后我打算全方位的跟你们说清楚 先来说针对长期戴美瞳 爱化眼线 眼睛总是觉得干涩的姐妹 你们可以试试在家里 做这种简易版的简板线按摩 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一般是会用热毛巾 或者是蒸汽眼罩 热敷5到10分钟 让简板线打开 然后认认真真地把手洗干净之后 实际我把眼角拉平 再用医用棉签顺着上眼皮 往睫毛根部推 注意是推哈 不是往里压 下眼尖也是一样这么顺着推 就能把里面堵塞的脏东西和油脂 都给它推出来 然后在棉签沾生理眼水 这样翻开眼瞼 给它擦干净 如果之前你们有检查出 有睫毛满虫的 就把生理眼水最后这一步换成 用这种专门针对除满的湿巾来擦 擦的时候也是这样 要从睫毛根部轻压着往下带 这样抓在睫毛下的满虫 才能被顺下来 只要是这种四双油纯湿巾 都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功课 再次来说 怎么让眼睛变得更亮更有神 像我们进室九楼或者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看 结状机是会变得越来越无力的 所以眼睛看起来就会感觉是呆呆的无神 那这两个亮眼槽是我19年的时候就有给你们分享过 我自己一直坚持到现在觉得确实有一些效果的 首先像李志生教授讲的这个米字槽 是能够很好的锻炼节状机的弹性 跟练板来了 我们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看三次 再左右 左右 左右 看三次 接着在 左上 右下 左上 右下 左上 右下 看三次 反过来 右上 左下 右上 左下 然后眼睛再顺时针 转三圈 再逆时针 转三圈 全部结束后闭眼休息一分钟 除了高度镜是不太适合哈 其他用眼过度你容易眼酸眼疲劳的 没事你就可以这么转一转 还有一个呢就是变焦训练 像我们长时间的玩手机看电脑后 你突然一抬头觉得眼睛就是发晕糊糊的 要过一会才能看清楚的 就很适合的 适合做这个练习 你找一个视野开阔一点的地方 先哈把手这么举起来 大概30公分 看一下指尖5秒 然后迅速看一下窗外远处的另一个标志物5秒 这样以近一远为一组哈 我们做两到三组就够了 去调节你眼睛的远近焦距 你平时看手机看书久了哈 就起来这么眺望一下 眼睛会舒服很多 最后再来说关于保养眼睛的那些用的吃的 先是这对护眼搭子 屏幕挂灯加电脑防蓝光照 把它们配在电脑上 既可以过滤电脑的有害蓝光 也可以减少炫光 用了它们两个之后 就明显感觉到 眼睛长时间看电脑那种酸胀感减少了很多 我们工作室 现在基本上是人瘦一套了 然后是眼药水哈 我用的比较多 然后比较安全的 就是这两种 这个是人工泪液 就是你觉得眼睛干的时候随时可以滴 还有这种呢 它是能够缓解眼疲劳的 里面是这种单织包装的 只要眼睛觉得很累的时候 我就会抵它 还有这种隐形眼镜辅助的那种低眼液 就是像我戴隐形之前 把它滴在镜片上 然后再戴 它会增加整个眼睛里的饱水度 就是你戴的时间比较久 也不会觉得眼睛特别干 最后关于吃的方面哈 这些这些对眼睛比较好的水果食物 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多吃 然后像补剂类 我日常就是吃叶黄素 蓝莓素 还有鱼油 这三个东西就够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吃后 它真的是需要你长期的坚持一段时间 眼睛才会感觉有变润 然后感觉眼白也没有那么容易黄 最后哈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关了灯之后 猛刷手机 真的非常容易长度数 特别不要侧着刷哈 单边长度数就是更恼火 你叫什么 好了 我要去陪我们家狗了 拜拜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